这两天刚公布的美国12月小飞龙 也就是ADP飞龙就业的数据 大超预期 预期只有15万人 结果是23.5万人 第一 不光大超预期 大家看这个图 通常12月是就业相对比较弱 至少比11月弱的 这个有季节性的 不过去年的12月 明显就不满足了这个季节性 说明美国的就业市场还真是很火爆 第二 如果我们看就业的这个行业的细节 不出意外的 还是疫情结束受益的这些休闲旅游酒店 这种新增就业占大头 大家觉得我们国家接下去的就业的新增 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的 不过这是比较意外的 就是大家看建筑业 新增居然有41,000个岗位 要知道上几个月建筑业的新增 基本上是附属 这个是什么原因 我还不是很清楚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留言 给我说说 第三 新增的就业基本上都是中小企业 大企业的新增是附属 这个和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很多大公司 很多上市公司 裁员是一致的 说明美国就业市场是火爆 不过还是很分裂的 最后 这次数据里面对股市 还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 就是大家看没有换工作的人的工资上涨为7.3% 同比是三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工资增速的放缓 换工作人这边的同比增长是15.2% 也降到了10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些趋势对压低通胀非常有好处 但是坏消息就是大家看这个图 小飞龙是大飞龙的前瞻数据 过几天就是劳工局12月的大飞龙数据了 大家看美国已经连续5个月 小飞龙比大飞龙的数据要偏低了 对吧 这次小飞龙数据已经超过了预期这么多 如果比大飞龙数据还是偏低的 那么大飞龙数据出来以后市场肯定会不喜欢